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加大加拿大机场的审查力度 已实施加拿大限制来自英国乘客入境的新限制 其中企图撒谎或违反规定的人将面临重罚 严重者甚至可能面临被监禁的处罚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比尔·贝莱尔说 已在加拿大所有机场即可能间接从英国地家的旅客入境口岸 实施增强筛查行动 边境局表示 加拿大海关将会询问所有旅客 在到达加拿大之前的两周内是否去过欧洲 对于回答是的旅客 海关将进一步询问是否去过英国 边境局说 回答去过英国的旅客将被转给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 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询问 此外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声明还指出 对于自己抵达路线对海关官员撒谎的乘客 或不遵守加拿大卫生指令的乘客都将受到重罚 违反者将面临包括入狱6个月或75万元的罚款 如果违反者被裁定为故狱或不顾后果的违反行为 则可面临高达100万加元的罚款或最高3年的监禁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 加拿大正在密切监视英国出现的变异病毒情况 并将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合作 以了解变异病毒对传播 临床表现和疫苗开发方面的潜在影响 卫生署还表示 也正在分析加拿大的新冠病毒病例 以查看变异病毒是否已经进入了加拿大 虽然尚未证实 英国最近出现的新冠病例激增是由新冠变异病毒引起的 但科学家们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 英国医学杂志初步分析表明 这种变异病毒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但一些专家认为 现在断定这种变异病毒更具传染性还为时过早